你只要評估他的腰有沒有力氣 如果小燕阿姨的腰是有力氣的 請你把他的手放在輪椅上 越往後面放越好 然後呢我只要用一個動作 就可以讓他坐進去 阿姨來一起 腿很高 好來 再一次 這樣推進去 推進去 一點都不省 一點都不傷你的力氣 所以你的腰也不會受傷 像我25公斤就可以把他推進去 你再試一次來 阿姨 你再往前坐 來小燕你來 我也現在出動 好你不行你出動 來 你要把他的手稍微往後 然後你的膝蓋 你的膝蓋可以 如果今天這個阿姨是在 你可以用你的膝蓋頂他的膝蓋 然後鼓勵他說來 坐下膝蓋 坐下膝蓋 然後用力把他頂進去 把他頂進去 把他用推的推進去 推哪裡 膝蓋 把他的屁股推回去 但是他的腰要怎樣 往前彎 要把他的膝蓋 要把他的身體往前 譬如說再一次 老師再教一次我鼓勵一下 再示範一次 來 你就 抱歉 抱歉 因為沒有技術 你只有蠻力 你會受傷 你就做不久 你要有技巧 所以如果今天長輩 腰是有力氣的 你就不要抱他了 大部分的長輩腰 都是有力氣的 很少有 如果真的貪到不行 都要做膝蓋 像做這種輪椅 大部分長輩的腰是有力氣 所以你呢 就是把他的手 進去往後 然後你可以把他膝蓋定攏 然後叫他的身體往前 可以是這樣用你的腳往前推 你也可以用你的身體 但是因為你往前推 因為這一台沒有防後打裝置 所以我通常在推的時候 我這一手會把他拉住 往前推 然後稍微幫忙他 像這個是布的 很多的輪椅是平面的 更好推 平面的更好推 就是稍微推一下就進去 這樣大家知道嗎 好 那如果他坐鎮了之後 阿姨你這樣坐下來 是不是吃東西就可以 讓下巴怎樣 如果是這樣有沒有辦法 所以吃飯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坐鎮 輪椅上的長輩通常都沒有坐鎮 就開始吃飯 所以會不會也到 會也會也到 坐鎮怎麼坐鎮 剛剛我已經示範過了 所以請你要練習 讓他坐